哈囉各位觀光大大 我是愛吃愛死廟的阿丹 今天要帶大家來到 隱身浮城巷弄內的關帝廟 倒數關帝廳 在介紹之前呢 顧面輸的也要來請大家幫忙 訂閱按讚追蹤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一步就出走分專啦 好那我們就出發吧 來到舊城區內提到 鳳四關聖帝君的廟 不外乎就是想到大小關帝 也就是人稱大關帝廟的 4.5廟 附近還有好吃的五廟肉圓 一封冬瓜茶 阿嬤炭烤三明治等等 一間就是小關帝廟開基五廟 這裡謙詩文明俗話 內關帝簽詩 外關帝當機 然而這些都是明朝時所建的廟 到了清朝 官兵也建了官廟 便是位在倒數左側的官帝廳 先來說說倒數 倒數為清代台灣最高官崖之一 負責人為台灣道 也可以稱作台灣巡道或分巡台灣道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官名 如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 福建分巡台灣道等等 倒數所在地便是今天的永福國小 但在此之前的日治時期 他還曾經是台南廳社 台南市議所 倒數官帝廳始建於清康熙六十年 雍正三年時由台灣巡撫到台 無昌作修建 日本領台後被重作官員宿舍之用 現今的倒數官帝廳為三廟並四 除了主神文恆聖帝外 原本位於倒數東元門外的東元門土地公廟 在日大政十二年時 因為要開闢中正路而拆除 福德政神於是已往官帝廳和寺 日昭和四年因釋皆改正 官帝廳遷移到名為 蔣古角的現今所在地 蔣古角觀音閣內的觀音菩薩 後來也一同和寺於官帝廳 進到了官帝廳內 除了感覺到莊嚴肅木的凌壓 目光也一定會被巨大的 正殿尼索官帝所吸引 據說當初搬遷時因為體積太大 信徒決意簽除上半身 再與令箭的下半身 與基座來黏合 而原官帝廳建材一半也分去文昌祠 一半保留給簽到新職的官帝廳 一般來說官帝的祭祀組合 不外乎配思官平與周昌 不過這裡官帝令下旨 要求王府將軍與趙雷將軍 擔任其初詢的價錢降爲 其實王府與周昌留守麥城 在聽聞官羽受洗而死之後 巨詳醉沉而死 趙雷則是隨官羽突威時死於亂軍之中 最後官帝廳同時也是座潘麗水博物館 除了拜廷的營祖對聯位書法家朱九也所提 舉辦門神、壁畫、梁坊都是潘麗水的作品 當然欣賞過廟宇藝術 走出巷外便是台南美術館 不論是要繼續文青之行 還是要前往其他的景點 都是非常方便 本集就先介紹到這邊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